我再次预告 告诉大家 习接下来会干什么 在对待美国这个事儿上 欧洲事儿上 绝对发动经济超线战 叫美国欧洲的股市暴跌 让老百姓民不聊生 叫你还不起车贷 也有可能再次释放病毒 在疫苗灾难到来之际 在社交媒体 严肃媒体上 大量的操作反政府的力量 大量的操作 找疫苗元凶的力量 而忽视了找疫苗的原制造者 核病毒的元凶 让你找疫苗元凶 忽略了这个病毒元凶 然后整个会对西方经济卖美国国债 股市 欧洲毁约 让这房地产倒塌 香港出现问题 给世界上一个又一个的坏色信息 因为西方的资本市场叫信心市场 让你信心垮了 市场就垮了 然后趁机散电攻台湾 然后让香港变成一个让它成为跟国际上的情报集散地 洗钱的集散地 然后加大支持俄罗斯攻击乌克兰 搞欧洲 把世界搞乱 它已经准备好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如果美国在南海在台湾全面开始 它们就要使用战略性核武器 而且我觉得它连犹豫都不会犹豫的 它都不会跟你谈 攻击美国航母一定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觉得习太阳就会去印尼G20会议 如果它要去的话 G20 它就在亚洲 迅速我觉得它就会飞到沙特 它一定会去沙特 去沙特就是把人民币石油化合法化 全面推广数字化人民币 然后攻击美元 你看到这个大会完了以后 共产党宣传什么 找了一个傻货 黄大革命 我们已经亩产万斤粮 水稻都上了山 我们最多的亩产八百公斤 哎呦我的妈 我那个货 给我看着那个样就想揍他那种你知道吗 然后你看金融口说出来 数字化人民币 黄金 储备 我们都在全世界地级 你看这都是一道糊 然后去京西兵馆开军队的会 然后李克强是这些被干倒的人 全部高风亮节 然后上海天津 沈阳 深圳 加大青龙队 哥林 说对了吗 包括香港 然后你会发现在台海之间 天天有动静 无人机啦 渔船啦 就是骚扰你 骚扰你 在你麻木的时候 哆 过去了 这就是他整个对全世界的这一套 我现在给他搞明白了 习到了沙特对美国对欧洲是灾难的结果 数字化人民币 真的是在中东是很会流行的 在非洲会流行 在八十几个国家会使用 特别是在中东欧 最后连很多国家 连日本这样的国家 在美国这种大量的美元收割的情况下 日本真有可能给中共说 我使用数字化人民币 我的时候要保留 这不知道发生啥事儿的